这里是台东北南西中华大潮下的裸露地 在台风季来临前 怪手正在修复河川上裸露地的水覆盖设施 防水台风侵袭以及东北季风强风吹袭引起的沙尘暴 为了防治河川沙尘暴 十余年来政府共采取的水覆盖、绿覆盖 以及铺设稻草席、提防赔后植栽、撒水浇灌等各项工法 接近各种防治工法 期盼降低沙尘暴的损害 在整治的一个方法上面 不外乎大概就是有三大类型 一个就是说你那些裸露的沙子用水把它盖起来 那我们叫做水覆盖 那在工法上面我们就是会 就是盖一条染水的临时的一个土蹄 那把上游来的水把它蓄下来 那形成一个水面 那把这样子的裸露地盖住 那这个是最有效的 水覆盖工法虽然可以大量减少河川沙尘暴 但是它一旦遇上台风或是强降雨 就会被冲毁 必须每年重复施作 水覆盖效果真的是最好 那但是呢 隔年来的时候 大水来了 又会把这个临时土蹄冲掉 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做法呢 就是必须要每年要做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了克服水覆盖 每年必须投入经费重新施作的问题 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在卓水溪 正在采用水覆盖生潮化的新工法 我们希望在河的中央的地方呢 流了大概250公尺到300公尺的一个宽度 而当成是我们河川的深潮 那这个呢 也确实是我们的枯水期的时候 常年有水的一个水流路啦 这样的水流路呢 我们要去把它浸深 经由这样的一个做法 以后呢 在枯水期的时候 我们的水呢 就集中在这个250到300公尺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深潮 常年流路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定住之后 它慢慢的一个成型啦 那未来就比较不需要用到 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每年临时做的一个临时土地 台东北南西的水覆盖整治工法 在施作时 意外地衍生出一项绿藻覆盖的自然工法 对防治北南西的沙尘暴 有不错的效果 有一次就是因为水比较低 然后就是水里面产生非常多的藻类 表面上干枯之后 表面上会出现薄薄的一层 那那个就是藻类的那个 算是干枯的状况 那它的作用有点像是一个 就是那个防沙的保护层 那在风强烈的东北激风 在吹浮之下 那它会有抑制风沙的效果 水覆盖虽然在整治河端沙尘暴上最有成效 然而单一工法无法达到最佳效果 需要综合多项工法一起防治 绿覆盖就是另一项防治力气 这里是台东北南西台东大桥下的绿覆盖工法 台东领馆处正在进行一项新的绿覆盖植栽方式 我们去年十月的时候就开始先来做洒波 那洒波就是以海岸的一些藤蔓类的植物 像冰刀豆 蔓金这一类的 然后先让它有一些覆盖以后 然后接着再来种植物 我们植栽的配置在最前眼 是比较低矮的棺木 像林头 草海桶之类的 然后再过来一点就高一点的 像黄锦 臭娘子 然后最后面是最高的树 就是黄莲木跟相思树 让它有一个高矮顺序的排序 在北南西的对面 原就有一大片的黑森林防风林 绿覆盖搭配黑森林 可以达到两层的防治沙尘暴效果 我们现在做的话 它如果风往上扬的话 不会带起下面的沙 然后到对岸的话 还是那对岸因为我们 那边是我们的2519 跟2502的保安林 然后那边的防风林 又可以阻截一些 所以会大大的减少阳城的危害 在政府投入40多亿经费 十多年整治后 造成左水溪沙尘暴的河川裸露地 已从原本的2000公顷到2017年 减少为1162公顷 2018年再减为500公顷 到2019年3月只剩下380公顷 而台东北南西沙尘暴天数 则从2009年的32天逐年减少 2016年90天 2017年5天 2018年甚至只剩2天 阳城时数仅有5个小时 我们人类很渺小的 我们只是跟老天做个商量而已 让它这个水流在我们河床 稍微久一点 让它浸潤我们的河床 让它阳城不易阳起来 不可能百分之100亿制阳城 不可能 河川沙尘暴虽然自古以来就存在 但现今尤为严重 与人类在河床上中游的开发行为密切相关 气候变迁也是人类行为造成 河床防治的工程 虽然可以减少沙尘暴的危害 但是要摆脱 甲冯会刷的日子 或许该思考如何与大自然共存的方式